公元264年1月 司马昭发函通知中慧 声称他已率领十万大军驻扎长安 以防邓爱麾下的叛变 收到这封密函后 中慧大为震惊 立即召见江维商讨禁军成都的计划 作为司马懿之子和曹魏的相国 司马昭的行动让中慧感到背后发凉 江维离开后 中慧仍然难以掩饰内心的恐惧 自从司马昭掌权以来 朝廷的贵族们相继被杀 王精一家被处决 曹毛在街头被刺杀 邓爱父子被囚禁 这一切让中慧胆战心惊 每当提到司马昭 中慧不禁感叹道 自从淮南之后 我一直没有失算 享有盛名 然而如此功高盖主的人 又怎么会给我带来美好的归宿呢 然而中慧在成都仅仅待了三天 就因为谋反而被杀害 当魏冠将密报指控中慧叛乱的奏书 送到京城时 司马昭不顾中慧藏使他的义子 坚决下令处死中慧的杨子中意 而在中慧的遗体被运回洛阳后 司马昭还杀死了他的杨尊 以发现内心的怨恨 那么中慧是否真的 如他所说的功高盖主呢 他和司马昭的关系如何 司马昭率领十万大军 进入长安的墓地 是否真的是为了对付邓爱的部队呢 中慧是中慧的幼子 在公元225年 中慧的母亲张昌图怀孕时 中慧的妻子张氏下毒谋害的 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但这一事件暴露了中府内部紧张的妻妾关系 五年后 中慧去世 年幼的中慧跟随母亲经历了许多屈辱 逐渐培养出他重力轻易 机智善变的性格 然而在汉末三国时期 社会阶级固化严重 上层社会没有真正低势人 下层社会也没有十足 出身于尊贵名门的中慧 凭借聪明才智 很快进入了和验 夏侯玄等文化圈子 因此 年轻的中慧受到了司马懿的关注 尽管中慧在玄学和清谈中探索思想真理 但他对学术讨论并不感兴趣 他利用辩论和思辩的机会四处结交民事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为日后步入政治舞台做好准备 不久后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 曹爽被杀 朝政大权落入司马氏之手 与支持曹爽的学术界名人 如何厌为代表 遭遇不同命运 有的辞官归隐 流落他乡 有的则被处决 全家被消灭 在这些人中 终会成为了一个例外 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曹家多年的赏识 转而投奔司马懿 众所周知 在汉末三国时代 司马懿的眼光超越常人 擅长识别人才 他也为邓爱的忠诚和正直 将他派往西县战场对抗将位 然而 在考虑启用忠会时 司马懿却陷入了深思 他深知忠会心机深沉 心胸狭隘 预料将来难以驾驭他 然而 司马师继位后 忠会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变 他不仅获得了关内侯的爵位 还被司马师称赞为治国之才 同时 忠会也不负众望 辅佐司马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处理国家事务 撰写奏章 监视曹毛 大大增强了司马师对曹魏政权的掌控力 公元255年 灌秋俭在淮南发动叛乱 忠会再次应命 以随军参谋的身份 随司马师南下评判 在淮南战场上 忠会智谋出众 策略摆出 展现了像张良那样的非凡才华 然而 不幸的是 平定叛乱后不久 司马师在许昌去世 曹毛趁机将军权收归皇室 借淮南不吻为借口 命令司马昭留在许昌 并派遣复古率军回洛阳 然而 就在曹毛即将成功地铲除司马氏势力之际 忠会阻止了复古进入营中 他力排众议 劝说司马昭带领大军驻扎在落水南岸 避免了司马氏重蹈曹爽的覆辙 从那时起 忠会成为司马昭治理天下的重要之主 当东吴大将权宜起兵 侵袭卫国时 忠会巧妙地施展离间计 通过一封真假难辨的书信 又是权宜投降 而当诸葛誕拒绝离开封地时 忠会成功预言了他的背叛 为司马昭攻破寿春立下了重要功绩 常言道 盛名之下 其实难辅 然而 在忠会外表博学精炼的背后 隐藏着一颗狠毒 残忍的内心 大如鸡康 仅仅因为厌恶忠会的为人 忠会编造了各种借口 与司马昭联手将他谋杀 接着 在鸡康之后 阮吉也因为排斥忠会的学术 而遭到了忠会的陷害 最终丧命 当时 士族子弟对忠会的不满情绪 异于言表 司马昭的妻子 斥责他建立妄议 新宪英指责忠会怀有意志 而忠会的哥哥忠誉 更是劝告司马昭不要再重用他 然而 尽管司马昭对忠会的忠诚心存疑虑 但由于司马昭篡权夺位的过程中 忠会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为他出谋划策 因此 即使司马昭对忠会的忠诚性有所怀疑 也不得不为以忠认 公元260年 司马昭的野心达到了关键时刻 在晒让失败后 他竟然只是亲信贾忠 当众刺杀了魏帝曹卯 自秦汉以来 司马昭开创了帝王被公然杀害的先例 这使他承担了道德污点 即使在司马市内部 对司马昭的指责声也不绝于耳 因此司马昭决定通过征讨蜀汉来转移内部矛盾 同时提升自己的声望 为日后夺取权力打下基础 然而司马昭的法属计划一提出 就遭到了朝中文武的反对 尤其是在西县住房的邓爱 极力抵制 作为司马懿的亲传弟子 司马昭对邓爱的用心良苦缺乏理解 心生不满 与邓爱单纯从军事角度分析问题不同的是 忠惠立刻洞察到司马昭提振军功谋求地位的意图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司马昭的决定 正是由于这一点 忠惠得以超越邓爱 以法属的主帅身份进军汉中 而经验丰富的邓爱 则成为牵制和诱敌的副将 在此之前 忠惠虽然经常身临战阵 但从未亲身参与过战斗 更没有主导过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因此 在邓爱牵制姜惠的同时 忠惠得以顺利占领汉中 然而 当姜惠成功摆脱邓爱的追击并坚守剑格时 忠惠在军事上的行动却大大受挫 数月过去 姜惠逐一化解了忠惠的招数 声望不高的忠惠 逐渐失去了士兵们的信任和知识 然而 忠惠却以残忍阴毒的方式行事 他在汉中实行暴政 诛杀了许楚之子许义 夺取了诸葛旭的兵权 以此来震慑不满的士兵们 然而 就在忠惠无计可施 准备撤兵之际 邓爱却出乎意料地偷阅阴平 迫使流善投降 心怀不轨的忠惠对此感到极为懊恼 但却无能为力 然而 令忠惠大为意外的是 邓爱却将本应属于司马昭的法属功绩 归功于自己 他随意任命官吏 广泛收纳人心 表现出一种土皇帝的作风 看准时机的忠惠 借此机会 与卫冠合谋 上书密告司马昭 声称邓爱谋判 而司马昭本性多疑 又是杀成性 未经详查便将邓爱逮捕归案 送回洛阳处置 很显然这是忠惠下的一部重要棋局 失去了邓爱这个制衡者 魏军在蜀地无人能与忠惠抗衡 而在汉中 被迫投降的姜维也成了忠惠的亲信 忠惠的计划逐渐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他希望占领蜀地 一方面进一步吞并其他地区 一方面固守成都 成为自己的根据地 264年1月 司马昭向忠惠发函 告知他准备带领十万大军驻扎长安 虽然信中没有直接提到忠惠的名字 但聪明的忠惠明白 这是对他的名示 意图镇压属地 他意识到 司马昭其实是在利用他来震慑 邓爱麾下的魏军 因此忠惠匆忙抵达成都后 开始密谋反叛 然而在巨大的压力下 忠惠陷入了迷茫 他以往无与伦比的质谋 屡屡失误 留下了许多漏洞 在打色发动叛乱时 他竟然开始征求将领们的意见 当无人回应时 他将众人囚禁在营地 没有杀害他们 一向果断而残忍的忠惠 突然间犹豫不决 无法察觉将为内心隐藏的秘密 更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亲信和降将 都是心怀二心的人 所以失败和灭亡 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进入成都 仅仅三天后的1月18日 忠惠被暴露 并指控谋反的耻辱柱上 临死之前 他伸手指向天空 发出几声哀叹 说道 不是我不能 是天命使然 随即被处决 年仅40岁 忠惠死后 司马昭极为愤怒 下令逮捕忠惠的家人 由于忠惠并没有名望的家世 所以他的养在忠义 成为司马昭发泄怒火的牺牲品 在忠义被杀后 忠惠的养孙也被全部消灭 忠惠本应因其聪明才智 而成为改变三国格局的功臣 刘芳百世于史书之中 然而 由于他的恐惧和背叛心态 他却成为了世人眼中的阴谋家 忠惠的一生 虽然有才华之名 但却令人遗憾和叹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